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这里大家就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与密码有关 不错作为敌我双方进行谍战的秘密武器 密码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而今伴随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 密码也正日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 比如发邮件需要密码 上网需要密码 网上支付也需要密码 为什么 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信息安全 然而现实又是如何呢 日前深圳警方就向本栏目记者 独家披露了这样一个案件 2007年8月深圳某商业银行的客户信先生 急匆匆来到深圳市公安局报案 称他银行卡的一万五千多云钱 不知什么时候无意还非了 说自己这个银行卡 待在身上 也会陷入密码 他的密码也只有自己知道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发现受害者不止信先生一个人 所涉及的银行也不仅仅只是一家 涉案总款项高达数百万元 涉及到我们深圳多家银行 而且都是比较大的商业银行 而且估计的受害人 应该在一百人以上 然而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 该案的主办 竟然是一位来自天眼乡下的普通农民 根据他的交代 他是通过非法获取受害者的其他密码 并进而猜中了受害者的银行卡密码 然后再通过网上支付手段 将受害者卡中的钱 划入到自己的影响 有些年龄大一点的 他使的密码比较简单 123456 或者6254321指令的吧 然后你就利用了这个漏洞是吧 对 你当时这个 从一开始 你怎么分析这个密码的 说白了 那也就是蒙吧 你怎么蒙吧 那就是123456 那种 或者6个8指令的吧 那你蒙的几率 大概能有多大 这就给撒网一样 在河里面撒网 那总有 总能撒到的 而就在此案发生前后 一则更令人吃惊的 网上盗窃别人钱财的案件 又在泉州捕出水面 脑袋一下子蒙 涨得非常大 这么一大笔的手机 是我们不经历的结果以后 所以就继续 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 江苏 福建 浙江 广东 湖北等21个省份 近500个储物 都向警方反映自己银行账户里的存款 离奇失踪 究竟是什么人盗取了这些人的钱呢 于是 伴随警方的追捕 一个网名叫蚂蚁的人 便很快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在蚂蚁的电脑里 警方发现 这里面居然存储了一万多个用户的网上银行信息 还有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等等 几乎无所不有 对里面的他成功进行盗窃的有五百多个账号 他所掌握的这个一万多个网人的这些账号 随时随地都有存在的被盗的一个可能 只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 继续作案就已经被我们给抓住了 看过节目 黑客的作案手法固然令我们震惊 但密码不密的现实 却更让我们困惑 在此之前 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和我一样认为 只要我们给自己的银行卡 或者是账户设置了密码 那他们就是安全的万无一失的 但现在的结果却恰恰相反 一个农民或者是网络黑客 只要稍微动些脑筋 便会将这些密码轻易破解 为什么会是这样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大家看我手上现在拿的 这个类似U盘的东西 它叫智能密码钥匙 很多办过网上银行的人 都对它十分熟悉 只不过工行把它叫做U盾 建行把它叫做网银盾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 却可以有效地阻止 我们节目前面所提到的那种网络黑客 对我们银行账户的疯狂攻击 为什么 就因为它里面运用了一种 叫商用密码的技术 那么什么是商用密码 运用它的好处又在哪里呢 何为商用密码 国家密码管理局副局长王长喜告诉记者 所谓商用密码就是指对不涉及国家秘密内容的信息 进行加密保护或者安全认证所使用的密码技术密码产品 也就是说 只要不是为了保护国家秘密而使用的密码 就都属于商用密码 相对于军用密码而言 我们的商用密码 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是民用密码 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这种密码呢 不是说政府就不用 政府需要用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它 但是呢 它保护的不是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 那么解决信息安全 为什么就一定要用商用密码 采访中 在国家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 中国密码学会副理事长冯登博这样告诉记者 我们老百姓平时所用的那个密码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密码 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用户名口令 由于这个用户名口令 带有一些很明显的规律和特征 所以就很容易被外界所破解 有个诗啊 有名字啊 可能有这些特殊的 那么就很容易被这个猜到 那么如果是真正的专业的这个高尚的话呢 它可以 像在十位左右的这些密码都可以破解 而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密码技术 商用密码却很不容易为外界所破解 按照北京数字认证中心总经理 詹邦华博士的说法 他的安全强度将远远地超过用户名口令的方式 为什么他们远远超过的用户名口令 就这个地方核心的问题是 它是基于非常复杂的数学运算 有很高深的数学的体论在支撑他 真的有这么多数吗 真的有这么多数 就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有可靠的数学体论证明的 其实正如詹邦华博士所言 商用密码的安全强度绝非一般的口令密码可比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哈哈 常用密码 小把戏 商用密码 你为何这样变换无常 我就是这样变换无常 你为何这样没有规律 我就是这样没有规律 你为何这样不可预测 我就是这样不可预测 起死我也 请问 农师身的法宝是什么 我的法宝只有一个 那就是变 每时每次都在变 永远在变 看到这里 大家也许就明白商用密码安全强度 为什么那么高了 就是因为它永远变换无常 永远没有规律 永远不可预测 信息就是财富 安全才有保障 伴随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飞速发展 1996年 党中央做出大力发展商用密码的决定 1999年 国务院颁发实施了商用密码管理条例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那么效果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 我手上现在拿的这张增值税防伪税控发票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在北京航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记者见到了我国增值税防伪税控发票系统的主要研制者之一 郭宝安 在公司的展览室 他给记者观看了这一系统的核心部件 这个东西啊是防伪税控的这个核心部件 那么在这个部件里头呢 这个密码芯片里面贯装了国家密码局的这个密码算法 国家自组的完全自组的这个密码算法 这个密码算法里头的密码的部分呢 是一户一个 那么是通过国家密码局和国家收入总局 依次反下发下去 那么谁要是通过这个东西做鬼 那么一查就能查出 这套系统真的会像郭宝安说的那么神吗 带着这个疑问 记者来到了广东汕头 十年前 由于这里还没有推广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 文明全国的潮汕虚开增值税发票大案 就发生在这里 其涉案金额之大 涉案人员之多 犯罪情节之恶劣 在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据当时核查 仅从1999年至2000年6月 广东朝阳 浦宁两地 涉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4万份 金额高达323亿元 偷骗国家税款达42亿元 虚开金额是当时号称 中国第一税案的金华税案的六倍 在当时 朝阳 浦宁两市 点燃成了全国制售假发票的中心 和骗取出口退税的主要测源地 整个朝阳几乎都是这样 大多是这样 那也无所谓 专演十年过去了 汕头 昔日这个已虚开增值税发票 而文明全国的反面典型 而今又是怎样的呢 在汕头国税局 刘转科科长陈可斌这样告诉记者 汕头市几年来说 像这样的答案要基本上是没有 在汕头市国税局 记者还看到了这样一组数字 2008年 汕头市通过税控认证系统 共认证发票83.49万份 认证异常发票72份 认证异常率仅为全部认证发票的 0.0086% 也就是说 平均每一万份还不到一份 面对这个数字 郭宝安十分自豪 因为这个密码是通过宠局一口气发下去 到省局 到县 一直到大厅 一直到这股开票人 但是密码是从上到下 取一杆子插到底的 假设我要造假 我造一个树 上面立即就知道 不是 他造不了 因为他没有那个密码 他无法造 而整个这个密码的产生 密码的体系 包括涉及着本人 包括我本人 我也没办法对这个系统进行破译 增值税防美税控系统 是我国商用密码技术 在税务领域应用最早 时间最长 效益最好的一个典型 目前记者获知 他已经在全国各地推广近200万套 每年可为国家挽回的税收损失 可以达到数百亿元 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效益 怪不得当时的国务院领导 曾经对这套系统这样评价说 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发明 效益可以与三峡工程相比较 其实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 只是商用密码技术 在我国经济领域应用和推广的一个缩影 1999年 伴随商用密码技术 在我国海关电子口岸建设中的应用 它所产生的巨大效益 也在海关打击 骗汇骗税的活动中 再一次得到了显现 我这里有两个数据 一个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对外公布的外贸的顺差 是435亿美元 而实际上到外汇指令的银行 真正得到的外汇的顺收 只有47亿美元 那么在当年全国的外汇大检查过程中 海关总署配合国家外汇管理部门 共查到了用于骗汇的假的进口 购物化关单是13873份 涉及到的骗汇的金额达到了112.34亿美金 面对当时这些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不法行为 唐靖涛副司长说 自1999年 商用密码技术在电子口岸建设中得到应用后 过去曾经一度猖獗的骗汇骗税现象 当年就都基本绝技 除此之外 我国的商用密码技术 还被更多的应用于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8月19号 全国商用密码成果展在北京举行 在现场记得看到 我们现在常用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里面 就使用了商用密码 我们每张老百姓的身份证里面都含有这种芯片 面上能看到的信息包括照片都存在这里边了 这些信息都通过了商用密码的保护 只要你改用任何一个边盘部首 甚至是一个小小的相片的像素点 我们都能知道 通过密码都能比对出来 在现场记者还看到了一种内置的商用密码的设计SIM卡 只要把这个SIM卡内置于手机上 就可以很方便很安全地实践手机购物 比如用手机购买电影票 我们这个手机一次可以买到十张以上的电影票 假如我们现在来到了电影院 把这个手机呢放到这个都卡器上面 可以看到出现三部我已经买 都买好的这个电影票 这样的话我可以很方便地买票 无需要再到电影院去买票 再等很长的时间 在现场记者还看到一部 专门针对农民朋友的电话直播器 只要把这个捆绑的商用密码的硬卡往里一插 农民朋友就可以通过电话足不出户 轻松实现购物贷款存款取款 以及其他理解业务 那它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国家的这个汇农政策 可以通过这个渠道 直接的这个到达农民的手里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种子的这个补助基金 农药的补助基金 包括农机的基金 过去呢是通过这个县 镇 村 层层的这个下发到农民手里 第一个时间周期比较长 第二个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节流的现象 那今天呢通过这个呢 就国家的资金 可以通过农民的这个账户 直接就下发到这个农民的账户中 既快又安全 而且不会被截留 根据记者了解 此次全国商用密码成果展 共展出各类商用密码技术和产品 三百三十多种 而其中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就有二百二十多种 所占总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七 从上面的全国商用密码成果展 可以看出商用密码 不仅保障了我国金融税务 海关电力等国家重要经济行业的高效 安全运行而且还给我们的日常生活 带来诸多的快捷安全和方便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 面对商用密码的诸多好处 它在一些行业和部门的应用和推广 却依然步履为奸 我手里的这个支票支付密码器 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北京郝百大厦记者建造了深圳中枢性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的老总李之勇 作为一家以生产和销售支票支付密码器为主业的生产商 目前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这就是李志勇为之头疼的支票支付密码器 别看他想作用却不小 任何假冒伪劣支票 只要经过他的检验 便可立即分出增加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 能够有效防止不法分子 利用假支票进行金融诈骗的商用密码技术产品 目前他在全国的推广和应用 却总是备受怀疑 什么怀疑法 美国这么先进 美国为什么没用 颜外记是什么 颜外之一 我想可能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创新 是不是缺少自信 但在全国商用密码成果展上 记者看到 十年来 我国商用密码科研自主创新的能力 在不断提升 尤其是在密码算法 密码芯片和技术标准的研制上 取得了突破成果 截止到目前 共有670多种商用密码产品 通过了国家审查 其中就有53种产品 荣获国家和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励 是有这样的一些人 总认为国外的什么东西 都比我们国家的好 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物件 我们自己的密码产品的水平 做得也是相当的高了 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 在联想集团的可信计算机生产线上 记者看到操作工人一行忙碌 作为一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生的 商用密码产品 目前它的销售功不应求 它通过雷安线芯片 它可以加盐力 就是把我们的重要数据 可以通过加密的形式把它加密 这样的话不能倒取 它也出去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说它通过信任链 它能够有效地防止 这个恶意代码对于计算机的做法 为将可信计算机做大做强 在北京全国商用密码成果展现场 记得看到 目前联想集团已联合同方浪潮等 全国二十多家知名同类厂商 结成可信计算机生产联盟 截止到目前 该联盟已生产销售可信计算机 一百二十万台 有了这个资助资产权呢 我们就会在产业发展当中拥有了主导 并且对国家心情安全的也会提供报答 就在记者即将结束采访时 国家密码管理局副局长王长喜告诉记者 截止到目前 我国共有商用密码生产定点单位263家 销售取可单位399家 从密码算法到芯片到产品 再到产品的推广和应用系统 我国商用密码技术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并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产品链 其中仅航天信息股份公司一家 去年一年的销售额就高达60多亿元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我国商用密码的发展 经过十年的努力 我国商用密码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法律法规日益健全 产业队伍逐年壮大 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走出了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商用密码发展道路 小道身份证公交卡社保卡等这些日常生活小事 大道金融海关税务电力等国家经济重要领域 经过十多年的推广和应用 商用密码技术已经编辑我们国民经济和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信息就是财富 安全才有价值 伴随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大力发展 我们相信商用密码技术作为保护我们的信息安全的可靠手段 必将为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发挥巨大的作用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稍后请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其他节目 稍后请继续关注